信冲冲出国要放飞自我 却放了一个寂寞 有新竹市民众看到日豪客运8月7号公告 1250新竹转运站往桃园机场路线 10号开始新增加班次 从凌晨2点4点到下午4点 11号早上赶去搭6点的车 苦苦等不到车 才知道原来业者10号深夜在脸书紧急公告 加班车不开了 以后滚动式调整班次 民众气炸了 而且同病相连的还真不少 有人是哀嚎凌晨4点被放鸽子 业者11号才透过脸书抱歉 因为车辆和人力调度不及 所以没法加开 民众是一肚子火 哪有人深夜公告停开的 才跟你说加油 这么快就让我失望 滚动式的改来改去谁敢做 应该我还是会想一些其他的方案 因为有时候 他们的公厕时间也不太短 要求业者之后如有机动加班 应该谨慎去衡量他所有人车的一个调度 同时要及时的公告最新的讯息 以及强化客服的一个服务 来避免影响到民众乘车的一个权益 由于业者张贴的公告 不是公路总局核定的班次 临时停开无法开罚 但毕竟是新竹市唯一通往桃园机场的国道客运路线 已经要求业者颠颠精良 不能自己根本做不到 害得乘客扑空做不到 华视新闻黄美慧 刘俊南庄明倩新竹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